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万一时曼玉 不知道你们那里有没有降温啊 我这里反正最近突然下子变得有点凉了 所以最近会想要吃一些火锅类的东西 那我最近还蛮爱吃椰子鸡的 因为觉得它在火锅里头算是非常天然健康又很养生 就不会像重油火锅吃起来负担那么重 很适合现在这种天气 然后椰子鸡呢你可以用这两种椰子 这个光光的这个是老椰子 它里头的肉会比较厚 然后拿这个肉来炖汤这个肉可以吃 然后这种呢是青椰子 它里头的肉没有很厚 但是水会比较甜 会增加汤的味道 所以今天这两种椰子我会一起用 今天我用了一个老椰子和两个青椰子 这两种椰子的打开方式是不一样的 先介绍一下老椰子 它外壳很光滑 底部会有这样三个洞 你用手按一按 会发现其中一个洞是软的 这个洞是可以戳破的 但因为现在椰子是个密不透风的状况 你把它戳破之后 根据压强规律 椰子水是很难出来的 所以我们先要把它砍破 用刀背 沿着这个椰子 非常用力的砍一圈 这样椰子壳它就会出现受力不均的状况 从而出现裂缝 然后你就可以拿到筷子 把这个比较软的洞给戳开 以后的椰子水就可以倒出来了 彻底刀干净之后 继续再用刀背 把椰壳全部敲裂 我发现今天这个老椰子打开之后 里面有一个小芽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其实你可以把它看作椰子的芽 之后它会在内部吸收营养 渐渐长大 有这个出现 说明这个椰子稍微有点老得过头了 不过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我们继续来处理椰肉 里头的椰肉都取出来 注意椰子肉我们也会用到的 因为椰子的香味主要都来自于肉 把椰肉都洗洗干净 表面这样黑黑的一层皮 用刀去掉 然后取一部分椰肉切成薄片 之后放到汤里 还有一部分的椰肉就切成小块 我发现椰肉的香味 猫也很喜欢 接着来开青椰子 青椰子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它的殼没那么硬 一般你买青椰子的时候会赠送这个开椰器 但说实话这个开椰器并没有什么卵用 你依然需要记住一把刀会更省力一些 用刀背敲这个开椰器的把手 这样就能戳出一个洞来 青椰子的水会比老椰子的水要甜一些 然后青椰子的肉比较少我们用不到 但我还是告诉你们怎么打开它 沿在这个边用刀 注意是刀刃的部分 这样轻轻地砍一圈 就可以把它的整个头揭开 里头的椰子肉是很软的 用勺子就可以挖出来吃 从这个水的浑浊程度 大家也可以分辨哪个老哪个嫩吧 现在老椰子和青椰子的水 都在这个搅拌杯里头 刚才准备好的椰肉都放进去 我们一起把它搅打 至椰肉都打碎 然后过滤一下 可以找一块纱布 这样滤出来的椰汁就会味道特别浓郁 过滤剩下的椰肉渣不要扔掉了 把它们烘烘干就是自制的椰蓉了 接着我们来准备蘸料 海南人很喜欢用沙姜作为蘸料 它就是这样长得有一点像小个头的姜 把它去皮后磨成姜泥 或者直接切碎也可以 然后又切成圈的小米辣 把蒜头也擦成蒜蓉 接着是这种小青棉 对半切开 可以把里头的籽挑一挑 把小青棉汁都挤出来 挤剩下的也丢进去 接着还可以再放入一些切碎的香菜碎 加两大勺生抽 调调匀 现在酱汁比较咸 可以加一些纯净水 大概也是两大勺 稀释一下 酱汁都做好了 下面来准备鸡了 一般比较适合的可以选青远鸡 或者文昌鸡 都是不错的品种 一锅椰子鸡大概需要半只就好了 鸡屁股的附近会有很多肥油 可以用剪刀去掉 因为椰子鸡讲究味道清甜不油腻 所以最好是去掉过多的油脂 鸡肉剪成小块 接着还有一些配菜 像是豆腐 铜蒿 平菇 竹节虾都很合适 另外还有小鲍鱼我也很喜欢拿来涮 新鲜的小鲍鱼需要处理一下 用勺子把它的肉整个挖出来 然后底部是内脏的部分可以用剪刀去掉 处理好的小鲍鱼放回壳 冲洗干净再摆盘 另外一个就是现在正当季也很适合拿来涮的食材 就是利浦芋头 现在的芋头品质后口感都很好的 切拌后去皮 然后切成厚片 现在就可以开始煮火锅了 首先是刚才过滤好的椰汁 倒入锅中 先把它煮沸 这个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浮沫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可以不用捞掉 因为浮沫是很香的 但如果希望看起来卖相清爽 可以把浮沫打一打 接着加入鸡块 姜片 还有三个红枣 刚才的椰肉也一起下锅煮 感觉汤汁不够的话 可以再补一些开水进去 没过鸡就可以了 如果你选的是清远鸡或者文昌鸡 都不需要煮太久 大概十分钟左右就可以捞出来吃了 煮鸡肉也会出现一些浮沫 可以捞掉 吃之前加点盐 调调味道 吃的过程中 如果觉得汤汁越来越少了 可以再开一个青椰子 往里头加汤 好了 今天这个椰子鸡火锅就做好了 那吃之前很建议大家 一定要先盛碗汤喝 因为汤头味道非常鲜甜 顺口 喝起来有很浓郁的椰子的香味 还有那个鸡的香味 现在天气越来越凉了 很适合在家这样做一锅 跟家人一起吃 那希望你们喜欢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喜欢我的节目 不要忘记收藏并分享哦 如果喜欢我本人的话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每周三都会有更新 咱们下周再见了 拜拜